带来的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14轮 由成东城主场迎战北京公安的比赛 国安这边伤病确实相对比较多 门将是1号韩佳琪 两个中尉 先看这个球啊 国安这边应该是出现了失误 干超一条远射 韩佳琪完成了铺就 所以成东城在队史上还没有战胜过北京公安 菲利培直接选择了远射 韩佳琪有脱手 假动作 再给帕尼奥斯 再做给埃克森 有射门的机会 埃克森直接选择了打门 这个球出现了第一个事物 李磊应该是拉伤了 还有机会看菲利培 看菲利培 菲利培停了一下 这个球没有打好 这个球李磊 逃着跑着突然停了 这球应该是拉伤了 这是宋大礼 但是菲利培这下没有把握好 因为李磊 他突然跑着跑着就停了 韩佳琪今天开场之后 非常活跃 菲利培背身在拿球 左脚周定阳 要打的相对比较正 这下金米尤解围的不好 看阿德本罗能不能形成射门 阿德本罗还有机会 轮了一下开二点 张言打出来 外围德索萨 能不能完成射门 乃比江1比0 北京关先进球了 在客场取得了领先 小将乃比江守护了他 这次还记得第一个进球 这个球应该说 北京关在全场被动的情况下 率先取得了领先 这个球呢 其实源头呢 就是金米尤 应该说一下解围不远 在进球内之内呢 其实已经几次制造了威胁 最终球到了乃比江的脚下 乃比江这下 他的左脚脚法非常好 看高天翼的传中 质量可以 这个球 国安两个队 抢到了一起啊 这是恩加德乌和谁 抢到了一起 这球如果不是 两个人抢到一起 有可能这又进了 左路下去了 看金米尤的传中质量 金米尤 选择这个低瓶球 埃克森 能不能摆脱 埃克森完成了摆脱 但是这脚射门太偏了 看他本罗 能不能传起来 再做 还是阿德本罗 阿德本罗刚才进球那侧 就源于他这个位置的侧动 瓢成 这脚高得真不多啊 阿德本罗 这侧呢 是目前北京国安 主要的进攻点了 看汤苗一点 外围还有甘超 直接选择一脚远射 这脚甘超打的质量非常高啊 甘超 这脚打的就是 稍稍正了一些 是有一个丢球 国安那边依靠着 乃比江的进球 暂时1比0领先着陈同城 刚刚开场 我们看 帕拉尼奥斯 但是中路的点不是太多啊 直接传中 这点给的不错 金明尤 埃克森在跑 直接选择了打门 太着急了 金明尤 没有罗姆罗呢 可能需要埃克森 更多的 他是不是尝试着 最后一传来串联一下 金明尤的传中 点不错 帕拉尼奥斯顶到了 但最后这一下呢 行不成特别有威胁的射门 金明尤又来了 金明尤这一路的传中 投球 这下菲利佩顶上了 又是没有顶上力量 汤妙在套 直接选择了传中 后点还有机会 菲利佩给过来 金明尤直接选择了打门 金明尤今天状态是真不好啊 今天几次机会出在金明尤这儿 金明尤和他赛季出的时候 相比这个状态其实差了挺多 汉佳琪今天又出现一次 第二次了 周定阳 周定阳要打门吗 有点着急啊周定阳今天 投球菲利佩抢到了 这点抢得不错 机会来了菲利佩 一比一平了 但是 应该是举棋了 我们通过慢镜来看一下 看怎么给 给到左路 唐欣 唐欣要打门吗 唐欣 这脚啊 打得还可以 还有 再来传中 菲利佩投球这么好的机会 菲利佩今天不光是脚底下 没有瞄准镜 投球今天这么多的机会 一丝没有顶好 这边张希哲是有劲的 看张希哲 能不能给好 外脚背给的不错 机会来了 杀死比赛的机会 特索萨 好 这就是财富园 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恭喜北京公安 在客场一比零 战胜了成东中城 这样他也终结了 成东中城跨赛季的 27场中超不败的记录